我们看一下 质量M的物体以等速率V 连着一个正M边形 由一边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所说的冲量的大小是多少 就原本他是在这一边跑 他的速度是这样 速率 然后他后来跑到另外一边 他问你他的冲量是多少 老师先生教你说 人家讲他冲击改变就是什么 就是他运动状态的变化 什么叫运动状态就是P 其实就等什么 这个P又等于什么 MV 所以这是不是Delta的什么 MV 然后这个M 整个物理在运动的过程中 他的质量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变化 所以M可以怎么样 提出去 所以这一提出去以后 是不是M乘以DeltaV 那什么叫DeltaV 什么叫DeltaV 这个DeltaV就是我们的什么 速度变化 末数去减出速 但是这里插一个男的在那边 你要什么减 是不是要向量减 是不是 那这个向量减怎么样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出速在这边 这个末数 你什么向量处理 其实这里有些同学就会搞混了 以前我们在训练里向量处理 物理上最常用的就是定坐标 可是定坐标不好做 OK 管的就是用图形法 怎么样 用画图 这个出速我把它画平移 这个末数把它画过来平移到这边 OK 好 那怎么样 什么叫末数减出速 挂图 这个就是 那这个是多少 数学有一个方法可以另外算 这个你自己去算 就是用余弦定0 A0¹加V0¹ 减 A0¹加V0¹ 减去2AV的cos 要知道这个细导 OK 知道这个细导 那你这个细导是多少呢 这个细导是多少呢 从这个图形里看 这个细导 就相当于是这个细导 就相当于这个细导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粗速是不是在这里 你就把它看成是在最固定的 当你这个棒这里 从这里 转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一根棒子转细导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也会怎么样 转细导 有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转的角度是细导 那细导是多少 因为是M边形 一圈的话 360度 那你这个就会多少 是不是M分2拍 好 所以你知道这个角度以后 你的几何关系 刚刚讲的一种做法 就用余弦定理 另外一种 我用几何图 我来画 怎么画 从这里画一个辅助线 就是方法2 另外一种方法 我从这个三角形 这个是因为是等腰的 我就画过来 垂直就会在中间 所以你要求的θ v 就会是你这一边的两倍 是不是 两倍的什么 斜边是 v 然后是这个角度 注意一下角度是这全部 就只有一半 一半的角度的怎么样 2分之1sin c 2分之1c ok sine 2分之1c 那接下来就把它怎么样 带过去 我带过去 带路上市 所以带路上市 你就怎么样 你要求的冲量 是会等于m 乘以 delta v 就这边 不过这个 delta v 是两倍的 v 的 sine 2分之1c 然后把这 c 带进来 对不对 也就是把这个 c 除以2 除以2是跟2上面交掉 会变得2分之pi 整理一下2提出去 所以就 m分之pi 所以就 m分之pi